飞影与无为的比赛 以飞影的大胜而告终 可结果飞影却因为用尽了力量 无法连战 桑源内心不禁感到有些忧伤 如果飞影没事 或者换海婆婆回来就好了呀 第三场比赛很快就要进行了 然而此时的竞技场 已经烂成了一片废墟 还怎么战斗呢 对此幽柱有些疑惑 结果桑源却忍住内心的不安 他哈哈地告诉幽柱 现在还有心情管这些吗 总之接下来就由我成省追击 打对方一个屁股尿流吧 而就在桑源说这大话的时候 桑源内心突然一紧 他震惊地转过头 发现护语吕兄枕头来恐怖地微笑 桑源顿时就觉得 自己被一只巨大的妖怪看上了 一股寒意瞬间侵入桑源的身体 让他冷汗淋漓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好在这时幽柱开了枪 他让桑源不要在意 护语吕兄的挑衅 桑源于是立马摸着后脑勺 他故作镇定地笑着 表示自己会怕这个吗 自己现在只想早点收拾了他 估计死鸭的嘴硬就是桑源这种吧 看台上美女主持人接到通知 因为赛场被破坏得十分严重 大会的下一场比赛需要推迟举行 结果美女主持人话音刚落 蓝皮鬼竟然跑到了他的身边 表示自己要当主持人助理 说着还抢过话筒唱起了歌 让小阎王都不禁尴尬了 怎么自己会有这种部下呀 幽柱于是被刺 这不是因为他有你这样的主人吗 桑源已经决定要先回休息室休息了 他必须要平复下自己紧张的心情 可他刚走没几步 护与吕兄的声音就从身后传来 桑源惊讶地发现 自己一点都没有感应 护与吕兄此来就是为了让桑源心神不宁 还让桑源回去洗干净脖子 好好享受这幸运得来的最后时光 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站队的休息室中 桑源看着窗外的风景 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之中 他现在真的想换海婆婆了 小阎王于是问桑源是不是害怕 没想到这事桑源竟然承认了 还反问小阎王不然要不要上场看看 小阎王倒是早就做好了准备 一旦要上场 他就会立即逃走 桑源因此差点跌倒 他现在真的十分想念换海婆婆 如果换海婆婆在 自己打的就是左惊啊 对此幽众有些不理解 这根本就不是桑源平常的样子 这时静流大姐带着众女走进了休息室 她拉着桑源的衣领 问桑源到底什么情况 结果桑源完全不敢看她姐姐的眼睛 静流这下历史感到有些不对 桑源是真的出状况了呀 没想到这时学菜突然出现 她拿着营养剂给到桑源 没想到下一秒 桑源就活了过来 还说学菜的爱情自己已经收到了 为了心爱的人 自己会0.5秒就打败那个死变态 只能说爱情就是治愈内心不安的最佳药方啊 这时众人在房间听到一阵地震般的响声 让大家十分不解 当他们跑到外面查看情况时 才惊讶地发现 竟然是户雨旅地在搬运巨大的原石泪潭 这让众人都看啥了眼 桑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心 也再次遭到了冲击 飞影突然从冬眠中惊醒 醒来就问藏马 桑源和幽主怎么了 随后她才知道自己已经睡了六个小时 而现在比赛还没开始呢 因为在广播中听到了美女主持人说比赛即将开始 飞影就立即与藏马的人赶到现场 这时桑源已经准备要登上擂台了 上场前她还在问涣海婆婆的情况 这让小阎王觉得桑源是在害怕 想要放弃比赛逃走 这夺君子之父的想法让桑源瞬间无语 她表示自己可是桑源和真 自己才不会逃呢 看着对面冷冷注视着自己的护鱼旅兄 桑源握着手中灵木给的剑 感觉有一丝丝信心正涌入自己心头 可这在藏马他们看起来好像有点虚幻的样子 桑源是真的恢复信心了吗 对此静流和雪菜眼神都在微微颤抖 显然都在为桑源担心着 藏马这时问幽主 要不要把幻海婆婆的事告诉桑源 结果幽主却什么也没说 幽主到现在也不愿意接受幻海婆婆已死的事实 此时双方终于登上擂台 而全场观众都在为护鱼旅兄欢呼 这让桑源内心更加烦闷 他准备先下手围墙 结束这场比赛 于是他立即聚集灵气在考验之剑上 煞世间无数灵光迸射而出 并在桑源的周身不断闪耀 随后 从长剑中喷布而出的冲天灵气 简直惊呆了所有人 观众们惊讶地发现 幽主队的弱鸡实力竟也成长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步 现在这常见的灵气如此雄厚 他们竟还像一块盾牌般保护着桑源 藏马见状都不禁感叹 桑源真是有了把好武器啊 呼吁吕兄冷冷看着对面的表演 他也察觉出了桑源武器的可怕 因此面对着猛冲而来的桑源 他直接双脚一用力 竟然让地面出现了无数裂缝 这些裂缝最后向着桑源奔去 似乎有什么东西就要破地而出 但这时的桑源完全不管这些 他直接拿着长剑就劈了下去 结果竟直接将呼吁吕兄的半边身体都砍开了 只有条条细丝般的东西 还将两半身体连在一起 赛场的观众们都看傻了眼 呼吁吕兄不会这样就寂寂了吧 呼吁吕兄这是面无表情 他好像没有感受到疼痛 似乎是连尖叫都来不及就已经身死 然而这死人为什么没倒下呀 桑源很是不解 就连藏马和幽主他们 也完全没搞懂呼吁吕兄的情况 不过桑源片刻后就不打算去弄明白是什么情况了 他有些不敢相信地叫了起来 随即就强装镇定 宣判自己获胜了 可就在裁判术里上前检查要宣告桑源赢下比赛之时 桑源的身上却突然爆开好几个血洞 突如其来的恐怖画面 让幽主他们全部灭色大惊 但随后更加瘆人的画面出现了 只见好几根锋利的骨毛将桑源的身体贯穿 就是他们才导致桑源吐血 接着这些骨毛最后纷纷缩回到一只手掌之上 原来他们竟然是护鱼吕兄的手指 当护鱼吕兄从地下爬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感到一阵错愕 那么桑源在擂台上劈开的身体 到底又是谁的呢 难不成护鱼吕有双胞胎兄弟吗 桑源很是不解 这时护鱼吕兄一把将裂成两截的身体抽了回来 原来桑源砍中的护鱼吕兄 只是他本人用身体做出的活人偶 虽然这东西也会感到疼痛 但是却完全比不上桑源穿心带来的痛苦 护鱼吕兄傲然地告诉桑源 他给桑源掩饰 自己可以四处移动自己的身体部位 不光能够改变样貌 更还可以将内脏和大脑移动到四肢上 刚刚他的战术便是将本体从地下裂缝移到桑源的身后 然后从身后对桑源发动突然袭击 桑源也是没想到 和自己对战的竟是这样的奇葩 此时护鱼吕兄抢过桑源的灵子剑柄拿在手里 他还以为这是幻海给桑源的遗物 只可惜接触他遗物的徒弟这么蠢 他应该也死不瞑目吧 桑源一听这话瞬间就傻眼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幻海已经去世的事实 因此当听到护鱼吕兄肯定的回答后 他大脑完全一片空白 在片刻之后 他才想起幽柱等人之前的种种异常 知道了藏马他们早已知道真相 原来自己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呀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护鱼吕兄这是右手再次突刺桑源的胸口 桑源的心情与身体都在同时遭受剧烈的创伤 看着桑源的情况 幽柱等人都十分心急 可是厂商护鱼吕兄还想杀人诛心 他竟然用手臂制造出幻海的人偶 并展示了幻海随着岁月流逝 变老变丑的过程 护鱼吕兄开始讲述当年幻海与护鱼吕弟之间的爱情故事 讲述了护鱼吕弟为了变强 借助魔戒力量变年轻的过往 护鱼吕弟本想阻止 但最后也只能由他了 护鱼吕兄随后当着众人的面 将幻海婆婆再杀了一次 说幻海婆婆是嫉妒年轻力壮的护鱼吕弟 因此在决赛前要求与护鱼吕弟决斗 才最终被杀的 护鱼吕兄说完就哈哈大笑 可这颠倒黑白的说辞 却让幽柱瞬间愤怒 而桑源也已经无法忍受了 他趴在地上气得浑身颤抖 随后就直接站起了身 他的身上开始爆发出强烈的金色灵光 于是当护鱼吕兄伸长手臂 要刺穿桑源之时 桑源竟然用身体直接接下了这一招 原来愤怒的桑源 灵气已经瞬间暴涨 他正在源源不断地恢复力量 在接下护鱼吕兄的攻击后 他立即朝着护鱼吕兄打出凌空一拳 瞬间无数金色光弹飙射而出 惊骇中的护鱼吕兄 顿时被打得四分五裂 桑源竟然就这样完成了惊天大逆转 此时树立开始了倒数 而美女主持人则已经认定 桑源赢得了胜利 结果蓝皮鬼的附和 却引起了观众们的愤怒 看来这些妖怪都将身价 压在护鱼吕队身上了 桑源准备要离开擂台了 然而就在这时 护鱼吕兄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的身体竟然开始自动修复 仅仅过了几秒钟 护鱼吕兄就再度站了起来 他不仅没有死 甚至连伤口也没有留下 观众们于是瞬间欢呼起来 护鱼吕兄告诉桑源 想要打败自己 就必须打碎他的大脑和心脏 可是你知道我的心脏和大脑在哪吗 桑源这下是真的呆住了 随后护鱼吕兄突然行动 他甩出生辰的手指 将桑源捆住抛上天空 在刺穿了桑源的四肢后 又重重地将桑源砸在地上 桑源这时好像真的难以动弹了 护鱼吕兄傲娇地告诉桑源 自己可以随意移动内脏 怎样 你不知道怎么攻击吧 对此桑源只能回复 放心 我会杀了你的 此时树里的倒计时 已经到了最后几秒 而护鱼吕兄看着桑源死压的嘴硬 就直接将右手改造成了一把大刀 他想当着全场关注的面 将桑源的头颅斩下 让桑源根本没有全身而退的机会 可就在刀锋即将落下的时候 桑源的手里直接迸发出一股强大的灵气 护鱼吕兄这时惊讶地发现 他身后的考验之剑已经飞了起来 然后护鱼吕兄再次被砍得七零八落 桑源拿着飞回来的灵剑尝出一口气 让树里赶紧倒数 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 护鱼吕兄仍旧没有遭到致命伤害 他的身体还是在不断地重新连接 护鱼吕兄讽刺桑源根本无法杀死自己 这样桑源脑度异常 对于桑源而言 护鱼吕兄就是自己无法原谅的存在 于是感应到桑源内心的情感 其手中的剑竟然开始变形 变成了一副苍蝇拍模样的武器 连灵气的颜色都改变了 护鱼吕兄看到这一幕终于开始害怕 桑源告诉护鱼吕兄 自己虽然不清楚你的药还在哪里 但全部打碎的话总行了吧 随着桑源将手里的拍子全力挥出 现场顿时出现了惊人的爆炸 桑源适用灵气 直接引爆了护鱼吕兄的身体 之后经过树里的确认 护鱼吕兄已经变成了一滩肉泥 因此他立即宣告 桑源赢下了比赛 观众们全都哑然了 取得胜利的桑源冷冷走下泪台 面对前来关心的幽柱 他直接就给了幽柱重中一圈 他对于幽柱隐瞒幻海死亡一事 感到非常不满 他抓着幽柱的依令愤怒地问幽柱 为什么要瞒着自己 难道你这位告诉我幻海婆婆已死 我就会逃走吗 不过幽柱其实也有自己的苦衷 其实他根本没把幻海婆婆已死的事 告诉任何人 幻海婆婆是在幽柱面前死掉的 直到现在 幽柱都还觉得幻海婆婆可能突然出现在赛场上 而当幽柱将心里话说出去以后 桑源总算是恢复了冷静 终于就要到最为关键的一场战斗了 幽柱即将对阵护鱼旅地 可是就在护鱼旅地要上场时 左京却首先站上了擂台 原来他是想给这场比赛加注 左京用自己的生命压住护鱼旅地胜利 因此护鱼旅地只要赢下幽柱 自己这边便可以获得两场胜利 从而赢得最终比赛 对此桑源等人都不理解 谁要答应这样的要求呢 结果小阎王却同意了 他竟然对左京很是在意 左京是一个丝毫不将自己生命放在心上的赌徒 其形势很可能会将自身连头周围一起毁灭 其实小阎王隐隐感觉到了左京想要做的事 他觉得能阻止左京的只有幽柱了 在大会商议左京提议的期间 静留大姐偷偷溜了出来 偷听左京与护鱼旅地的对话 他似乎感到很是哀伤 左京告诉护鱼旅兄 他从出生开始就对血与内脏异常感兴趣 小时候就开始解剖各种动物 后面连人也不放过 然而到了最后 左京发现只有赌博 才能给他的人生带来唯一的刺激 左京喜欢赌博 到目前他已经用命赌赢了四次 他相信自己这次也不会输 呼吁驴帝其实很不明白 左京为什么告诉自己这些 这里也只能猜测 左京应该是对人生感到厌倦了吧 最终的决赛终于要开始了 可就在双方陆续走上擂台之时 一阵阵怪笑突然响起 随后 呼吁驴兄竟然从石板底下钻了出来 原来这个怪物竟然还没有死 只是花费了更多时间来重组身体 呼吁驴兄见到幽柱 然后大笑 讽刺幽柱绝对赢不了自己的弟弟 因为就连幻海也失败了 幻海曾经是如此的美丽 即便是自己那时都有好几次 想要霸占他的邪恶想法 可你也看到幻海死去时的样子了吧 真的是不堪入目呀 呼吁驴兄随即伸出自己的手臂 想要呼吁驴帝尽情使用自己 无论是剑还是盾 这场比赛两人都赢定了 然而在呼吁驴兄说着幻海的时候 呼吁驴帝的脑海突然显现出幻海的影子 也许是心中仍为幻海留有位置 他这次直接拒绝了呼吁驴兄的要求 甚至还让其滚一边去 接着 呼吁驴帝便一脚将呼吁驴兄踢飞 结果激动的呼吁驴兄哪里受得了这种刺激 他睁静着面孔咆哮着 竟然就这样对待一同出卖灵魂的大哥 不可原谅 这一刻仿佛呼吁驴兄内心所有的委屈都爆发了 呼吁驴兄最终向呼吁驴帝发动了攻击 结果呼吁驴帝紧紧一拳 就将呼吁驴兄打成了一团雪木 这里真的也是替呼吁驴兄心塞 他好像从没有背叛过自己的弟弟啊 结果呼吁驴帝对他却如此绝情 甚至还被呼吁驴帝讽刺 讽刺他出卖了人格 所以 这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嘛 我是黑白 下期见